男孩女團BLACKPINK成員LISA單飛後造型和曲風上有重大突破 日前才奪下MTV最佳KPOP大獎 如今又宣布好消息 LISA在個人IG上宣布 11月將舉辦無常粉絲巡迴見面會 11月17日將降臨港督高雄 對此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表示已經做好準備 我想LISA在回到高雄 想來電影團隊相當多的粉絲 然後齊聚在高雄 我們有階層歡迎 當然也會替我們所有粉絲做好準備 但更讓BLINK們興奮的是這個消息 you gon like that dada like that bada pink dada benid 24日微距 sym樂推出震撼彈 宣布BLACKPINK 將在2025年以完整團體形式回歸 計劃透過世界巡迴演唱會的方式 与全球粉丝相见欢 同时更宣布歌曲号Ulaylay 正式突破17亿观看记录 创下K-POP音乐舞蹈类型影片的最新记录 让所有Blink们已经开始期待 这天的到来 与新闻送到